記者曾瑜行報導 安省禁止開車用手機的118號法例 下星期一就會實施 由於用免提裝置可以獲得豁免 有華人電子產品店就說生意多了 記者馮錦麗報導 安省是全國第四個省份 禁止開車、港手機、發電郵和傳短訊增加行車安全 而用免提裝置講電話就可以 有華人電子產品店說 很多人都為了法例買免提 銷量大幅增加 差不多多了兩三成生意 華人家庭的主要 他們都會選一些價錢便宜少少 抵少少用住 例如這些 十多元 很多人都會選購這隻 他們還預期這兩天 會有更多人趕來買免提 而面對各種免提裝置 價錢由十多元到百多元 很容易花多眼戀 有專家說 最重要是衡量自己的實際需要 下星期一開始安省居民 就不能一邊開車一邊講手提電話 有免提裝置獲得豁免 經過三個月的寬限期 如果為例的就會被罰款五百元 不過省運輸廳說 無論如何為安全起見 開車最好都是不要講電話 新潮電視記者 馮錦麗報導 李斯文 這個世界著名的法國巴黎鐵塔 有新面貌 就是摧綻奪目 全新的燈光設計 為了慶祝它的一百二十周年 現在至到年底 鐵塔每晚都有動感燈光的演出 大家一起看看